西川成都金江区一小区外 停靠在路边的废品回收车 吸引了附近的居民过来排着对卖废品 废品回收员张全玛丽的结果各类废品 并按照当日的回收指导价结算给居民 让人难以想象的是 眼前这位努力工作的青年是位海归硕士 今年32岁的张全来自新疆 本科毕业于英国莱斯特大学 之后又在英国拉夫堡大学 共读了国际管理专业硕士学位 2019年张全定居成都 找了一份金融行业分析员的工作 开始穿梭于各大写字楼间 给客户写投资建议书 2020年12月底 张全放弃光鲜的金融白领工作 转行成为一名备品回收员 我觉得宏观来说 这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变化 就是像之前人们总提到 这个什么本科啊 或者硕士之类的去送外卖啊 这些像刚开始大家都接受不了 包括更早那个北大去卖猪肉的 大家都觉得很诧异 现在不一样了 那个时代在发展 然后大家都说360行业嘛 只要在每个行业里好好的去做 不在乎你去做做什么 七角五一斤的废质 五角钱一斤的废铁 如今张全已备下了 每一类废品的回收价 遇到讨价还价的居民 张全都会选择让一步 收满一车废品后 张全就会把车开到废品分检中心交货 然后重新回到点位回收飞品 我的客户啊 就是可以分为两类 一种是这种小区门口的点位 另外一种是像家门口那些超市啊 水果店什么的 就对于这个点位来讲 我每天固定的在这儿 然后这些大爷大妈们看到这种车 然后就会一传十十传百 就是从刚开始的时候 也是一个都没有慢慢积累嘛 这个就像做销售一样 没有客户基盘就没有转化率嘛 每天差不多好好做的话 四五车是没问题的 甚至更多 然后像月收入的话 大概就三万四万多吧 上不封顶嘛 现在大概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吧 选择转行之初 张全也曾有过顾虑 担心亲朋好友不理解 但最终他决定坚持自己的选择 刚开始我家的平台 我并没有告诉家人 因为他们觉得老一辈的人嘛 觉得在工作单位里面 稳定一点可能比较好 但是像我看到有这么好的机会的话 可以去果断尝试 所以并没有告诉他们 等到关联之后 我才告诉他们了 然后他们的态度 也是由惊讶变为理解和支持吧 就是自己所学的专业的话 虽然用不上 但是以后肯定会有更好的发展 有点在意别人的想法 但是这个做还是自己做 一千个人有一千个想法 拿主意的是你 张全表示 政策背景下 被凭回收产业上下游 释放出大量机遇 市场前景广阔 相信自己在这一行将大有可为 大家住每天都要产生很多不同的垃圾 然后这些东西 这是说不完的 就是如果作为一个产业来讲的话 它肯定是市场规模很大 然后前景非常好 我给自己的规划是 差不多在一年两年之内吧 我先要精通这些货币的分辨 以及这些行情的波动 包括一些简单的行业的大方向的知识 以后的话 我肯定会在这个行业继续做下去 而且会做的就上升一个高度 一定要往高走 把学习的这种知识 或者眼界 或者过来了解这些情况 我都运用到自己以后实际的身上来 海归高学历收费品 做这样看似是底层又简单的工作 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难道真的是对命运无奈的妥协吗 不是 很多可能网友也不太理解 我突然想到一句话 小时候有一些父母 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喜欢这么说一句 说你以后不好好读书 长大了就去捡垃圾 长大了就去收费品 这句话呢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句话 造成了大家对这样的一个职业呢 或多或少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歧视 就是今天 当我们看到一个海归高学历的人 突然 怎么回来也在捡垃圾了 让很多人感觉到一种不适应 但是呢我在这里也想问啊 就是说有些人可能接受不了这个事情的 接受不了这个现实的 那你问一问自己 你一个月赚多少钱 人家一个捡垃圾的 他一个月赚三万 那你又赚多少 如果说你赚的比他少 那你是不是应该闭嘴了呢 当然我们不是说要以这个收工资和收入 来论他的这份工作 事实上呢 我们说这一位海归博士 你有没有注意到 他在今天跟我们谈论这个事情的时候 他完完全全 没有想到他眼前的这份利益 这恰恰可能是他的眼界 和我们有一些人的不太一样的地方 他看到的是更长远 更未来 更趋势的一些东西 我们很多人可能找工作呀 或者说看工作呀 看眼前 是吧 看表面 我觉得这一点呢 还不如应该向人家去多学习 刚刚你看他在跟记者去讨论的 经常说到这么两个字 产业 他没有说到自己的这个工作 怎么怎么样 前景 对 他说的是产业 就是他很看好 这一行在未来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前景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产业 是吧 那事实上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数据 过去20年 就我们国家就废品回收这个产业 真的是越来越大 因为现在这个垃圾所产生的量 是越来越多了 2019年的时候 我们国家这个城镇的这个垃圾清运量 已经达到2.4亿吨了 那而且这个量呢 是逐年在攀升 所以可以想见 就垃圾清运这一块 他以后这个数据肯定是越来越大的 而这里的前景也是越来越广阔的 对吧 垃圾分类 也包括生态与环保 也包括今天这个小伙子他所做的 我相信不是说和平常一般的这个捡垃圾 收费品拿去卖一样 肯定不是那样的一个概念 是吧 不可能 不然的话 他一个月也赚不到那么多钱 而且这只是眼前 他未来他一定会有自己对这个职业的规划 对这个前景的分析和判断 我相信他还会运用到自己所学的一些东西 把这个行业 他在这个行业当中一定会干得更好 所以我个人其实非常鼓励他 如果他是我的孩子 我非常支持他 因为这一行确实前景无限 确实是这样子的 而且我觉得可能我们看到的是 他在做这样具体的一件事 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只是他的一步棋 他的整个职业生涯当中 那只是其中的一步 而且我感觉到他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说我是在熟悉这个货品的分辨 和整个行情的波动 他是用他的所学 在观察他此刻做的这些事情 而且他从中我们也看到了 他作为一个创业者 我觉得那种踏实肯干的精神 虽然我是海归 虽然我是高学历 但是我可以放下身段 我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 这一点太重要了 就是恰恰人家海归回来了 他没有说 我一定要找个很光鲜的 我是海归 没有把那个架子端得很高 而是脚踏实地的 从你看最基层的一个工作干起走 你只要认识到 或者你看到这个行业的前景和未来 哪怕我在最底层 我相信我的未来一定很广阔 一定会有一个更大的舞台 我觉得这个恰恰是很重要的事情 是的 而且我还注意到 在网上有一个他的总经理 对他的一个评价说 在这个岗位上 他比99%的员工都做得好 周围的客户也非常的认可他 那为什么小慧 你看在这样的一个 好像底层简单的 这样的一个工作岗位上 好像这样的人 他升迁的几率更大 可以做得更好 是 其实这恰恰也是很重要的一点 我相信他放下身段 是吧 从海归 从最低层的一个员工干起 那么他心里面一定嚼着一股劲 我就是要在这个行业当中 我一定要干出成绩 因为你如果干不出成绩 你自己也过不了这个卡 因为你认识到这个行业的前景 那么你就要脚踏实地去干 踏踏实实地 从把每一个细节做好 每一个该做的东西要做到位 我相信他正是因为有这样一股劲 那么才能够换来 包括总经理对他的这么一个高度的评价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其实我很看好这个年轻人 他的一个发展 好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